我們來介紹一個小軟體給各位 其實平常各位常常在剪剪貼貼對不對 請問 有沒有常常發現我這個caller caller別的 然後 還要 還要怎麼樣 萬一我剛剛caller不見了我還回去再找一次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有 從這邊一點 這裡有沒有很多 剛剛的是不是都還在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辦 這個小軟體 你打開之後也叫Ditto 在這裡 這個解壓縮之後 有一個叫Ditto的 那裡面呢 我先點進去給各位看一下 好點開之後有一個叫Ditto 有看到了 這個裡面有分兩個版本 32或64 如果你不知道都用32就好了 原則上是Win7以後就是64位 點進去有一個叫Ditto的 這個執行檔 就是這個圖示 你可以把它執行這個免安裝的 各位回去 基本上這種 剪貼付加強 唯一要做的就是應該是開機的時候就幫你收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選項 你把這個地方勾起來就好了 有沒有開機的時候啟用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下次呢 你 複製過的東西都在裡面包括什麼 比如說 我們在這邊可能有圖片對不對 按右鍵 複製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在上面 了解嗎 有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簿 文字 圖片 還有什麼 檔案 所以檔案也會在上面 你看Copy檔案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隨時重複使用 比較方便 另外還有一個很好用的就是 我們常常在 找資料的時候有沒有call 網頁上的文字 有 可是如果你再call貼到 Word裡面 請問會不會把這個格式帶進去 會 對不對 網頁上的文字格式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打開 記事本 貼上去之後怎樣 汆燙過濾一下 然後就變成文字再貼出來 有時候會做這種事情 事實上 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你直接這邊 假設這個是這個文字 我現在要的 你可以按右鍵 也沒用純文字貼上 這樣就好了 那這些內容 不會怎麼樣 因為你重新開機 而不見 下次還會在 下次還會在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決定說 我到底要幫你記住幾個 我現在是設成30個 最多是到1024個 所以我相信各位你可以 嘗試看看 因為 微軟內建的這個剪定戶 真的 功能還不太夠 那這個不只是在我們做簡報 你平常在 交報告啦 在蒐集資料的時候 是不是就常常在這邊剪點貼貼 網址也好 可是你常常會發現說我們需要怎樣 剛剛coder 我又coder別的 他就忘記了 就不見了 那你透過這個小軟體 就可以幫助各位 你在蒐集資料的時候 比較方便 如果 剛剛要的資料不見了 你就先來這裡找看看 有沒有在裡面 有的就直接點兩下 他就貼上去了 好應該在 各位 整理資料上 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有的 有的 感谢观看